泰山区公所今天美和社团领航员协会来到了贵子社区关怀据点 为乡亲办理性贫好生活的课程 而社区非常感谢公所还有协会的用心 让民众能够了解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为让台湾能朝向性别平等多元尊重的社会迈进 使不同性别的人均能实行发展尊重包容 在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补助下 泰山区公所金美和社团领航员协会 来到贵子社区关怀据点为乡亲办理性贫好生活课程 今天来到我们贵子社区做性贫好生活的一个教学 希望长者他们能够对于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 过去性贫方面有一些被歧视或什么 今天能够修复透过我们的解说以后 让男生女生然后中性朋友都能够成为好朋友 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新北市领航学会 那针对我们今天贵子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个公怀据点 来帮我们宣导一些性贫好生活一些性贫好生活 但是课程中会透过影片欣赏来加深民众的印象 强化性别平等观念 透过这样的宣导呢让大家呢更了解 现在的一个两性平等的一个宣导 透过这些课程我们现在是比较讲究 家事分工性别平选的观念 那希望说透过这些观念的宣导 包括家庭大家能够不分男女来做家事的分工 那让家庭的生活更加美满 社区理事长很感谢公所及协会的用心 为社区带来这么好的课程 让民众能了解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记者虎萱泰山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